我觉得本科对专业想不清楚的 那就商科四大技术领域 会计学 accounting 金融学 marketing 市场学 management 管理学 就完事了 那四大技术领域怎么着你学了 你对研究生你学哪个方向 下述性延展性都很深 但是能文能武 你想清楚你对数字或者金融那方面感兴趣 还是对市场和商业免疫若感兴趣 你自己是一个更加具有curiosity 就是好奇心的人 还是更加一个沉着下心来 来做事情 我们过来看一个学生的案例 这个学生来自于美国的德州 在德州上学 然后被University Taxes Austin录取了 Ut Austin 就这个Ut Austin这个快捷项目 在美国也算是数一数二 我今年有一个学生录了Ut Austin的那个MACCOP 但是人家没打分去 为什么呢 人家后面有更好的大学等的呢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我德州 哎呀我德州Ut Austin多好呢 快捷学的项目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有腾校情怀吧 因为后面有腾校等着他呢 这腾校也被录了 对于专专业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觉得本科对专业想不清楚的 那就商科四大技术领域 会计学 accounting 方案 金融学 marketing 市场学 management 管理学 就完事了 那四大技术领域怎么着你学了 你对研究生你选哪个方向 下述性延展性都很多 都很深 但是能文能武 你想清楚你对数字或者金融那方面感兴趣 还是对市场和商业免运动感兴趣 你自己是一个更加具有curiosity 就是好奇心的人 还是更加一个沉着下心来做事情 他说他想转学 我觉得UTLC就是很好大学了 这有什么好转学的 UTLC 张老师真的 我不是一个什么好像进来学生 我都说你应该转学 然后我好提供服务 然后张老师 张老师学生都在后面排队了 我今年这个月 就现在录视频这三月 我已经聚了两个要进来的学生 我带不动了 所以说我是有意 所以不是说我有时候跟学生说 你应该有转学的机会 你是真有转学的机会 你像这个学生他都在UTLC 他有什么好转的 我一句话就给他怼回去了 我说你在UTLC MyCup这种商圈 你们了就没有必要再转学了 想不清楚的话 想不清楚的话 你看他在考虑会计和金融 那会计和金融的话 部分家的会计和金融 我不是之前有个笑话吗 说不想学金融的会计不是个好会计 这话也不对 这话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会计其实也有自己很很强的理论那一套 从审计到报税 再到公司的公司的会计的审 会计的报表等等的 金融是金融 传统的金融领域里面 确实可能会涉及到财务的报表 或者说进行看这个通过报表 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金融中现代化金融了 像什么电子数字货币啊 包括 就是什么算法啊 交易算法啊 投资啊 投资啊 什么等等的 他说这个数学不好 数学不好 偏文科的话 数学不好的话 你学会计 金融有点吃力吧 会计和金融 你得你得进行大的计算啊 会计倒不是难的算上 会计是你不知道谁加谁 谁减谁 就是他 那概念是主导的 就是会计和经济 经济在 我不是说高级经济 那里面可能会设计到很复杂的计算 但是在初级的像大家所 一般的美国本科学生 涉及到微观和宏观的经济学 更多的是以概念要理解 包括快捷同样道理 你怎么算EVTA 就是怎么算Net Profit 你用Revenue减去谁 加上谁 按照多少比例进行Depreciation 贬值等等的 这主要是概念性的 要理解你们的算法 这能算没有那么难 所以说这个学生 我觉得 后面当然后面还说了一堆了 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说一句 就是你当你已经在 UTLs Game & Co.上线 你没有任何准学的必要 而且你当你还没有想清楚 你要学什么专业的时候 沿着四大商业的基础领域学 你如果想以后 这个学金融方向的话 那你学会计 可能还真是有一定问题 但是你如果想学会计 那你本科应该学会计 就是会计和会计有点属于自己那一套 在商科里面 就商科斯大基础领域里面 会计有它自己那一套 你从研究生的录取就能看到 研究生录取的方向 你像UIUC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hipping UIUC里面就说到 会计它其实分两种 一种是你本科是会计的 本身的美国的学生 一种是你不是美国本科的会计学生 因为美国的会计用的基础法则 基础法则是JAP 你学过就学过 你没学过就不学 没学过 这东西就跟语言似的 你会就是会 你不会就是不会 你知道谁加谁 就是谁加谁 你不知道谁加谁 就是你不知道谁加谁 它没有那么多的跨着国界的 可以被transformable 它有些理念的想法 其实是对的 哪个国家都给报税 但是你看美国跟欧洲的 会计的基础法则 跟中国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涉及到每个国家的税务 的税法等等一系列因素 但是会计学 会计学 其实我现在发现 经验发现 就是会计学在申请硕士的过程中 竞争的并没有那么的激烈 而且会计学 尤其是对于美国本科毕业的 会计学的学生来说 在申请美国硕士的过程中 确实是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我们每周五达的免费的 资金时间按照 连续到我可以给我发现 firstsuit.larsandhandels.com 我们的通过微信连续到 p3chsp3cra及p3c站站站 以上的本期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ie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ie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of their plays an cheers an cheers an bully